大家好,我是宇哥 欢迎收看养鱼乐趣多 很快的一个礼拜又过去了 来到了实验9第5周 从照片上面看起来 几乎可以说是没有出现什么样的变化 颜色都是一致的 这个礼拜我加入了一瓶新的黄豆粉 这个黄豆粉是煮熟过的 希望这一瓶可以为我们带来不一样的结果与收获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软体分析出来的结果 会是怎么样呢 首先来看一下黄豆粉 第四周最小值是110 第五周最小值是98 所以黄豆粉的颜色是有变身的 再来是黑糖 第四周最小值35 第五周最小值43 颜色变淡 再来是鱼粉 第四周最小值63 第五周最小值81 鱼粉颜色也是有变淡 最后看到酵母萃取物 最后看到酵母萃取物 上一周最小值是38 第五周最小值48 所以酵母萃取物的颜色也是有变淡 接着来看本周新增的熟黄豆粉 最小值是23 颜色非常的深 颜色非常的深 也非常的红 我们加入了20%的光合菌 也就是120mol 生的黄豆会抑制蛋白铭运作 使蛋白质难以消化 所以必须煮熟使用 以上就是今天影片全部的内容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请帮忙按赞订阅分享 感谢大家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